Squatch 基本介绍 什么是Squatch? Squatch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2007年所发表的教学软体 主要的目的是帮助8到16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发展21世纪技能 透过Squatch,你可以从中学习到重要的程式设计基本概念 同时也可以学到如何做有创意的思考,有系统化的推理,以及与他人合作 你可以使用Squatch来创作故事、动画、游戏或音乐作品等 它提供视觉化的图形操作界面 只要用滑鼠拖曳积木就能撰写程式 非常适合程式设计初学者使用 如何下载Squatch? 只要连接到Squatch官方网站,你就可以免费下载Squatch软体 在Squatch官方网站中,点选Download Squatch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作业系统版本 如果你是Windows的作业系统,就选中间这个 下载安装程式 Squatch操作界面介绍 在画面的右上角是舞台区 这里会呈现程式执行的结果 在画面的右下角是角色区 这里会陈列出所有在舞台上出现的角色 在画面的中间是脚本区 你可以在这边撰写程式 或者是变换造型 或者是汇入声音 在画面的左边是指令区 这里有提供了八大类一百多个积木让你使用 首先我们来认识Squatch的舞台 在舞台上方有一支滤旗 按下滤旗可以开始执行程式 右方有一个全部停止的红色圆圈 Squatch的舞台是一个2D的绘图环境 它的舞台大小是宽度480个像素 高度360个像素 在画面的正中央是坐标系的圆点 X轴坐标是0 Y轴坐标是0 往右边X轴最多到240 往左边X轴最小到-240 同样的Y轴往上最高到180 往下最小到-180 在舞台下方这里有一个XY坐标 就是你滑鼠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坐标系的哪一个点 你移动滑鼠这个坐标系的值就会跟着改变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角色区 在画面的右下角是角色区 你可以用三种方式来新增角色 第一个方式是自己绘制 第二个方式是开启现有的档案 第三个方式是随机选取一个档案 比如说我们用现有的档案来开启 窥群内建的图库里面有一只狗狗 就在这个舞台上增加了一只新的角色 你也可以变换舞台的造型 选取舞台 然后点选背景 汇入 就可以把背景置换掉 如果你不要这个猫咪的话 要删除 你可以按右键选择删除 或者是在舞台上方这里有一只剪刀 点选剪刀 然后在猫咪身上点一下 猫咪就被删除 所以在角色区中猫咪就不见了 如果你要取消删除的话 可以按编辑这边选副源删除 猫咪又跑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这个脚本区 在脚本区中 我们看到这里目前程式码是空的 我们可以看到造型这里 猫咪有两个造型 这两个造型切换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上猫咪是在走路 然后猫咪预设有一个声音量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写程式 让猫咪会走路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控制 当滤起被点一下的时候 重复执行十次 让猫咪切换到下一造型 然后中间让它等待个 0.2秒 我们按滤起执行 猫咪就会切换不同的造型 如果你要让它往前走的话 你可以用移动十步这个指令 它就会一边走一边往前 这个就是脚本区上面可以做的事情 在脚本区上面有一个角色资讯 目前这个猫咪的角色名称是角色1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这样子我们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比较方便用来辨认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叫做猫咪 然后把这只狗狗 命名称 狗狗 你可以调整狗狗的方向 目前这里有一条蓝色的线 它是往右 你可以把它调到 它的方向是-90度是往左 那往右调到往左之后 狗狗就上下颠倒了 这是因为我们目前设定是允许翻转 如果你让它只允许左右翻转的话 它就不会上下颠倒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指令区 在指令区有八大类的积木 每一类的积木颜色是不一样的 积木本身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 比如说移动石部这个积木 在上面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 表示你可以接其他的积木 在底下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 表示你可以接其他凹进去的积木 比如说我们先让它旋转15度 再移动石部 当你的积木可以结合起来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条白线 表示它可以结合起来 在这个移动石部的这个积木里面 这个数字我们可以改变 这个叫做是这个指令的参数 同样的你也可以找到跟这个一样形状的积木 比如说X座标是圆角矩形 我们把它移动过来到这个参数的地方 它会出现一个白色的边框 告诉你说这是你可以塞进去的 这样子 另外呢 在这个地方 有的积木它的形状是六角形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圆角矩形就塞不进去 那你必须要找到六角形的积木才可以塞进来 比如说在侦测这里 有一个按下滑鼠这个条件是 形状对了才可以塞进来 这个积木没有凹进去的地方 也没有凸出来的地方 所以没有办法放在这个地方结合 它必须要放在这个参数里面 另外呢 如果你要把移动十步这个积木抽换掉 你必须要先把它移出来 然后再从下面这个积木把它分开之后 然后这个积木才可以独立的被拿掉 当你点选连续的积木的时候 你点这里 三个底下跟它拼接在一起的会一起动 如果点这里 底下跟它拼接在一起的会一起动 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会让它拼接地下来 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会讯木 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会讯木 再拼接地下来